看完电影洗个澡,舒舒服服睡一觉,欢迎各位小主医辽允先锋,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。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,小伙意外捡到一个废铁机器人,却没想到机器人竟然能跟着他一起跳舞的电影《铁甲钢拳》。 在不远的未来,拳击运动已经被高科技的机器人互搏取代了,人类无法亲自上场比赛,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操纵机器人在赛场上厮杀。 因此,大卫这个拳击手也失去了职业,为了赚钱,他只能带着自己的机器人和一头大黑牛比赛。 大卫的机器人被打得七零八落,因此大卫输掉了比赛欠下巨债,只能大卫要悄悄离开时,却接到了前女友不幸逝世的消息。 虽然前女友逝世,但是前女友却给他留下了一个11岁的孩子,小帅。 大卫本应理所当然是小帅的监护人,但是小帅的姨妈却想要从大卫手里买抚养权。 大卫就为这几万块而折腰了,他以七万美元将抚养权卖给了小帅的姨妈,这样既解决了她的穷,而且她也无力抚养孩子。 可是小帅的姨妈想要跟丈夫外出,玩一段时间,所以在此期间大卫必须来照顾小帅。 大卫用得到的钱新买了一个机器人,小帅被大卫家的机器人深深吸引,因为他刚好也喜欢机器人对战,而且还很在行。 他以大卫的车钥匙要挟他,带着自己一起去看比赛。 无奈,大卫正好带着小帅来到了赛场,大卫想要用他的机器人战胜比赛。 可没想到,大卫的机器人还是被对方打得连扎都不胜。 小帅责怪大卫,在参加比赛之前根本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,没有作战方针。 不服输的小帅鼓励大卫到废弃机器人的仓库,找零件回来组装机器人来参加比赛。 可零件还没找到,小帅却失足掉进了悬崖。 半路,小帅被一只机器人的手臂勾住救了一命,大卫将小帅救了上来。 小帅惊奇地发现埋在地下的机器人,他觉得机器人救了他一命,所以他坚决要求大卫将他带回家。 可没想到,机器人的内部机线还处于存活状态。 小帅帮机器人清理干净,还给他请了一个名字,叫当当。 他希望当当能够去参加比赛。 可大卫觉得,当当只是一个陪练机器人,根本就不能够参加拳击。 而且当当也没有实战经验,只有挨打的份。 这天,小帅看到了拳击冠军黑金刚,心里无限崇拜的他也想让自己的当当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。 随后小帅要求大卫让当当也去参加拳击比赛。 小帅训练当当一些拳击的动作, 大卫便带着当当来参加一些小型比赛。 当当本着扛揍的原则拖赢了比赛。 对方表示不服,想要与小帅再比赛一场。 最后当当的战斗力爆发将对方彻底打败,赢得了比赛的奖金,让大卫心情大好。 事后,小帅在教当当练习动作时惊奇地发现,当当的模仿能力超强。 他让大卫教当当一些拳击的技巧。 当当倒也是个聪明的机器人,能够微妙微笑地模仿出大卫的所有动作。 后来,大卫带着当当出入各种赛事,当当成了常胜将军,变成了世界知名的机器人拳击手。 这天,大卫收到了邀约当当参加国际联盟赛事。 赛前冠军黑金刚的主人大漂亮找到大卫,想要花20万从他手里买下当当,让他输掉比赛。 大卫有些心动了,但是小帅全部允许,因为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当当的。 在接下来的出赛中,当当首先对立的是双头机器人。 在大卫的指引下,当当轻松就干掉了对方。 小帅激动抢过主持的麦,向众人揭露大漂亮想要买下当当赢了比赛的黑幕。 然后小帅直接向大漂亮的黑金刚下了挑战书。 晚上,当大卫带着小帅回家时,就遭到了追战人的毒打。 他们抢走大卫身上的奖金。 事后,大卫叫小帅的姨妈将他接回家。 他觉得小帅跟着自己是危险的,不想要小帅再跟着自己受苦。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,小帅已经习惯有大卫的生活。 但是迫于大卫的压力,小帅还是跟着姨妈走了。 大卫舍不得小帅离去,便找到小帅允许他一起来见证当当最后的赛设。 在这万人瞩目的赛事中,小小的当当能否赢得过凶狠勇猛的黑金刚呢? 赛场上当当的扛揍精神再次爆发,一上场就被黑金刚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 也许当当一直忍着是为了摸对方的爆发力呢? 很快当当在第一局存活下来。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当当战斗力爆发,俩机器人起鼓相当不相上下。 在最后的决赛时,当当的声控指令突然被打坏,因此失灵。 在休息时,小帅要求大卫把当当改成如影随形模式。 父子俩在台下秉划着动作,操控着当当。 在黑金刚电力不足之时,当当趁机猛烈还击。 小帅看着台下努力的大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 最后,当当在和黑金刚激烈的打斗中,比赛时间结束,两人背叛平局。 虽然当当最终以点数数给了黑金刚,但是在观众们的心中,当当就是冠军。 而大卫和小帅也没有因为输掉比赛而失落。 小帅喊出了那句迥违的父亲,他们俩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 从此,大卫和儿子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感情。 在梦想的路上,不要因为碰到障碍就回头,我们要冲破障碍继续走下去。 要做一个有梦就去追寻的人,不要让自己后悔终生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儿。 看一部电影《评论人生》,我是辽影先锋。 有喜欢我的,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。